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你刚提到一点 我还是想要探索下去的 就是说你说有一个号这样发视频 就赚了一个几百千 几十千这样子 其实是怎么样去运作呢 这就要讲到TikTok变现的那个方法 TikTok变现 当然TikTokShop在去年的三月份进来了 直播带货或者是视频带货 这是其中一个变现的方式 或者是接广告的方式 那只要达人的号做起来 他有粉丝 他有流量 有人关注他 他具有这一个商家打广告的一个价值的存在 然后我们现在主要是变现的是在直播带货会比较多 或者短视频带货会比较多 小红书有同样的功能吗 小红书现在不能做直播 所以如果你在小红书你想做变现的话 基本上还是要靠短视频本身 那短视频它跟TikTok比较不一样 是TikTok现在做了一个闭环 就是说我有一个TikTokShop 那我做了视频 我做直播 然后我直接把它带到店铺去进行转化 那小红书不一样 小红书走的是内容营销 那也就是我们说的 刚才说的 我必须把这个产品或者这个品牌的价值 我用一个达人的分享 或者是我用一个用户的角度把它分享出来 分享给别人 然后用这个方法去置入你的品牌 我们了解的只是这个商品本身 但如果我要转化 我就必须要去到别的平台 在马来西亚如果是要target那个华人群体的话 确实是小红书 因为TikTok主要的群体现在 还是马来同胞 马来同胞 对 80%以上 对 可是为什么呢 可是TikTok用的人不是很多吗 在马来西亚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子一个分类 但是因为如果你看马来西亚的人口结构来看的话 其实马来人就占了70% 所以如果你需要流量 你需要的是数量 那肯定就是你做马来市场 你要用马来文去打马来市场 那TikTok就是一个很对的平台 可是华人市场的话 你今天用马来文卖给华人市场 你肯定做不了 那你就要做中文平台 那就小红书 我觉得说回短视频好了 范姐也是自己有在制作短视频是吧 有啊 你觉得你自己有没有靠着自己的光环 或者名气 有得到一些帮助 我觉得你有一些基础的名气 绝对是有帮助的 我猜啦 因为一开始会先带一个基本的粉进来 可是我觉得不会有太大用处 对 好像是这样子是不是 其实在TikTok里面 不大有用 普通老百姓 包括可能我们的灯光师 我们的摄影师 他可能也是一个几百千的一个followers 是不是素人比较容易 我觉得到最后是缺了 你能否找到喜欢你的群体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 你做视频其实要做数量 这样子就是你跟你喜欢的群体 对话对得越多 人家认识你越多 自然而然是你所分享的东西 就会吸引同样喜欢东西的人 去follow你 OK 所以他未必一个名人 要做TikTok的话 搞不好是输给一个普通人 我觉得一个名人 他肯定有一个流量的红利 可是我觉得其实在TikTok 或者小红书 你要红起来 其实靠的是你的关键词 你是不是找到你的标签的人口 就比如说可能我的标签是美食 那我要找的是个美食对口的人 那所以你要找的是这群人嘛 变用了 那这群人们就很有一个 你在那边 对 跟人一样 就